有一位頭髮人看不過眼 然後就在網上分享一些對付一班小粉紅的實用技巧 建議一間日本小店的老闆 應該要在店內貼滿所有中國敏感字的字條 一切也沒想到 一個帖子就真的引來了很多日本網民的關注 甚至不斷轉白出去 希望可以告訴一間日本小店的老闆 嗨,大家好,我是Jer 相信大家都知道 再說上一段影片就已經跟大家說過 就是日本有一間小店 因為在門口那裡就貼了一張涉嫌歧視中國人和韓國人的告示 就引來了一大群的中國網紅 就跑到那裡大吵大鬧 甚至是被人舉報需要暫停營業 就令到一位中國網紅 就在別人店舖門口那裡拍手叫好 這時間一日之後 一位中國網紅又發佈了最新的消息 就是 中國人的禁止門的貼紙已經被處理掉了 跑不回過啊 那...這樣而已? 喂,麻煩你了 麻煩什麼? 總之麻煩你了 你們這群中國網紅搞了這麼多天 到最後就只是成功爭取 換走了人家門口的那張紙 喂,我 我真是... 哈哈哈哈哈哈 搞了這麼多人才弄好這些東西 你幫我拍招吧 今天我是帶順大家分享這件事的後續 就讓我告訴大家 究竟一群這樣的戰狼網紅 是如何將這件事小事化大呢? 以及究竟這間日本小店的老闆 又如何作出反擊呢? 然後到最後 我都會就這件事的後續發展 去分享一些外國人的看法 隨著這件事不斷發酵 一間日本小店連日來 都遭受了很多中國網紅 和小粉紅的惡意騷擾 所以就引來了很多日本人的關注 甚至對於這件事表示不滿 就這個時候 就有一位陶板人看不過眼 然後就在網上分享一些 對付一班小粉紅的實用技巧 就建議一間日本小店的老闆 就應該要在店裡 貼滿了所有中國敏感字的字條 你猜不到 一個帖子就真的引來了 很多日本網民的關注 甚至是不斷轉白出去 就希望可以告訴一間日本小店的老闆 而後來 那間日本小店的老闆 又真的採納了一位台灣人的部分建議 就在門口貼了閘圍 和含有中國敏感字的文章 自從一位老闆舉動之後 那位中國網紅 立即不敢再在那間店會門樓拍片 那時候也有很多中國網民留言說 聽說店長又配了一些新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再拍一期嗎 游騰哥 那個不要面的中華料理又配了新的告示 快點拍片去曝光 快點拍片去曝光 我等不及了 那同一時間 我就在微博上就發現 這個話題 就立即被人降低了熱度 已經再見不到有很多中國網民在討論 那時候我就以為是我的問題 但是當我看一看一看的時候就發現 原來也有中國網民留意到這個情況 所以總括而言 這次有這麼多的中國網紅和中國的小粉紅 搞了這麼大壇事 而最後所得回來的結果就是 第一 就令到中國人在日本形象變得越來越差 第二 就令到那間日本的小店換了一個 武力性更加大的標語 第三 就令到這間店舖的生意比以前更加好 那也是你有辦法 我又怎樣 那你說要做完自己不是垃圾 收音樂影片 我想說的就是 看一位中國網紅在抖音上的影面 如果你只看封面和標題的話 你會發現好像是很厲害 就好像是打倒了一個反中反共的日本店舖 從而為中國的民族爭光 但是當你看完他的影片之後 呦 原來所謂的東京中餐館禁止中國人內進 就只是一間位於東京小街的一條牛巷 轉了再轉了一個極不起眼的小店門口 貼上的一張紙上面的一句說話 得罪點說一句 如果不是這位中國網紅特意找出來 都不會真的有很多中國人去這個地方 而後來所謂的停業整頓 我可能有加一 原來就只是別人店舖的休息 然後這位中國網紅就特意走過去打飛機 就吹到好像自己 搞到店舖停業 而且他還要拍到警車停在一間店舖的門口 被人一種錯覺 就好像是警察要拘捕一位店長 又或者將一間店舖封了他 但是當我上網看資料的時候 原來就只是近幾天 因為這間日本小店的老闆 遭受到你們這些網紅的騷擾 所以日本警方就在那個地區 加強警力、加強巡邏 就希望能夠保護這位店主 然後到最後 這條片所指的已被處理 我初時還以為是這間店被他處理了 怎知看完片後才發現 你到尾 原來就只是那間店舖的門口上的 那一張紙被你處理了 中國人禁止用的貼紙已經被處理了 喂 怎樣? 以後出街 隨街上你都行 你說我周圍發照 然後現在回家吃飯 所以總括而言 其實整件事 就只不過是有一個人 搶走了一個年輕人手上的波板糖 然後對外就跟人家說 我剛剛打贏了日本的雙破手 第二 就在這裡不得不讚那位台灣人 給了一個這麼實用的建議 給一位日本的老闆 就等他可以利用一些中國的敏感字 對付一班中國的小粉紅 但這種方法 亦都有一個限制 就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即時拿一些Poster 又或者拿一些敏感字眼 去Show 給這些中國網紅看 一旦一些中國網紅 突然之間來你店舖拍片 攻審你的時候 沒有可能會令你措手不及 所以在這裡 弟弟我就給大家一個比較彈性的方法 給大家參考一下 當你們面對突如其來的中國網紅 一班戰狼網紅的時候 又可以怎樣應對 很簡單 只要你看到中國網紅 拿著他的電話 或者是相機拍片 招他們的時候 無論他講甚麼都好 你只需要對著他的鏡頭 不斷重複說 港獨台獨壯獨 這樣就令他很難把這段影片 放到中國大陸的社交平台上 然後他就無法透過這段影片 賺一些愛國的流量 又無法透過這段影片攻審你 就算我當他真的有辦法 處理這些影片 但到最後 出來的結果 就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就是 去中間有活動 去中間有活動 而第二個可能就是 我在東京出差 發生這樣一家電話 大家現在警察說他處理不了 這個聲音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我們繼續關注 繼續關注 最後第三我想說的就是 這件事上 除了是那位六四猶頭之外 抱歉 是那位猶頭4分6的中國網紅之外 我也發現還有另一位中國網紅 他在教授之前就在日本涉嫌醉走駕駛而被捕 而且就在上星期就在泰國穿著警察制服 而被泰國人聲討 最可笑的就是 你也可以看到這群中國網紅 不但沒有被封殺 反而是在抖音那裡 還有越來越多的粉絲 去吹捧這群人的行為 所以正正因為一種那麼扭曲的價值觀 又或者是抖音這一種的風氣 那就已經可以解釋給大家聽 為何近年來會有這麼多一些中國戰狼出現 但某程度上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一來 又可以為我們提供這麼多笑話 二來 又可以被國際社會了解到 你們一般中國小朋友有多噁心 三來就是可以令到更多人 懂得中國人、香港人和台灣人 所以對於一些中國網紅 我在網上看到有些人說要出錢通緝他 找人打他 我真的覺得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反而我覺得他要這樣做 就由他繼續這樣做 因為我相信有一樣東西叫做物極必反 當他們不斷地做 將一些小問題上升到國家層面的時候 萬一日本政府真的因為一些中國戰狼的行為 而突然宣佈要收緊中國人簽證的要求 到時就算是不給錢 所以有一大群想去日本的中國同胞親吻他們 混蛋 阿基你馬上跟我吹契拿一百多人下來 好了,今天就到這裡 非常感謝這麼多位中國網紅、中國戰狼 為我們帶來這麼多笑話 如你都相信 其實往後就只會出現越來越多這些事情 因為一些中國網紅 他嘗試到一些甜頭 他知道拍這些影片是有流量 是有人喜歡他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的就是 往後就只會看到 一位由頭多或更多的中國網紅 就走出來 不斷批鬥一些日本的小店 泰國的小店 又或者是馬來西亞的小店 其實沒什麼的 你們喜歡拍就拍 最多我 幫你們做宣傳又怎說 最後了 其實弟弟我 在上星期的時候 都去過日本那裡 唉,真的錯過了這件事 不然可以去一間日本小店 在那裡光顧一下 或者說一些鼓勵的話 支持一位老闆 那麼那麼多一句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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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